烟炮声整天驾响 今天上午淡水街头相当热闹 原来是国民党市长候选人朱立伦 带着蓝营的议员候选人 一起来进行扫接拜票的活动 沿路的支持民众反应相当热烈 为了迎接朱立伦的到来 甚至有机关团体在路边列队欢迎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在29号 除了能够支持3号朱立伦以外 也要支持我们的政代李湘 还有蔡叶伟议员 还有我们的蔡锦贤议员 都希望他们能够高票当选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车队快速的扫过淡水大街小巷 除了人亲切的跟知识者们 挥朽致意 路过林堂时也特地图帽致敬 小细节做得相当到位 而国民党提供的两位议员候选人 郑大利湘跟蔡依伟 以及五党籍的议员候选人 蔡锦贤今天也一路陪同 希望可以营造传奇的气氛 争取胜利 那希望这一次的这个造势 能够让我们的选民更了解 我们的认真我们的努力 也希望我们的乡亲朋友 给予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顺利当选 然后跟我们的朱立伦市长 共同打拼 我们新北市的一个未来 我们新北市的建设 继续来把它完成 拜托乡亲的支持 我们这个市长清选 三号朱立伦 那议员呢 也给我五号叉后有个机会 来服务我们北海的四个乡镇 希望呢 大家共同创造新的 这样一个北海的愿景 那让我们呢 不管是三支 我们的这一个农业 经济发展 那石门是我们的这个观光 选战进入倒数三天 各路人马无不卯足全力 而国民党目前 声势最旺的市长候选人 朱立伦亲自出马 高人气无庸置疑 而是否能够带动国民党气势 顺利拿下两席议员 就等11月29号 当天就会揭晓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